那接下来呢是八位要对这场比赛进行预测的环节了 大家也已经做拳手这么久了啊 相信也可以从很多专业的角度和维度来做选择了 你们今天选择的结果真的是会影响到明天你们金腰带之争的比赛的 如果选错的话 明天在开赛前你们将会有一个小小的不利的一个开局啊 时间到我们看一下八位的选择情况 我 利路修老师 快看 我必须要先采访一下利路修老师了 利路修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判断 也不一定 我们要看结果 确实其实王乐泉的身体优势还是蛮明显的 我们也来问一下瑟哥你做这个判断是基于那些数据分析还是因为 我就是靠我的第六感 而且我这个人很义气 不管怎么样就就不管怎么样我就一直挺艾尔兰到老 就是我很狡诈我就是要抓这个游戏的bug 既然说有惩罚那我们俩一起惩罚没有惩罚一起没有惩罚 当然了叶尔兰教练虽然他没有直接带过我可是我看过他给这两位哥哥的教学 所以我相信他的实力 我是看了刚刚的数据和那个视频 虽然王乐泉也是他的拳特快 然后非常快 但是叶尔兰教练我刚刚有看到他的一些视频 哇连续KO那个太帅了 所以这一次我第一是因为我和他练习过知道他的实力 第二是我和他的关系很铁我要支持他 第三是我想看一看咱们的乐泉老师能不能诞生一个奇迹在这个拳台上 那个叶尔兰是我的教练铁哈教练的好朋友 经常我在训练的时候他还帮我指导 所以他也很久没打比赛了吧 我就想全力支持他 然后我们都是新疆人 我更要听他 我有幸看过叶尔兰训练的时候跟职业拳手打过实战 看得我目瞪口呆 就你会觉得拳击的魅力在他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他的脚下的步伐 他的移动 以及他的优势 他的重拳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偶像 我觉得他一定会很漂亮的拿下这场比赛的 我相信他的实力是绝对在线的